由於我相信社工是一個不一樣的專業 這個不一樣的專業的看法 其實影響了我一直怎樣去教學 所以最後一堂課 希望將我這個總結 社工是不一樣的專業這件事 跟大家真誠地分享 講出我的看法 我們的本質、我們的目標 我們跟服務所長的關係 我們用的方法 都是可以很不一樣的 這本書主要總結我在成大34年 教社會工作學科的教學心得 希望透過這本書 能夠令讀者更清楚社會工作的本質 以及我們做社會工作堅守信念 當然也會介紹社會工作很重要的方法 而這些方法和模式 都是在教學上非常強調的 這本書的特色最主要都是分享我一路來講 我對社會工作教學的一些學說和一些心得 不是一本專門的理論和方法的專書 所以裡面也有很多的內容 都是來自我過往在課堂和學生分享 在機構裡面和一些社工做一些在職培訓 和平日和學生多些分享 和希望他們著重的一些社工的信念 和一些要留意的地方 這本書當然最適合的讀者 就是社工學生和一些在職的社工 因為書裡面其實也提出了很多 關於社會工作的一些本質 和一些基本要留意的一些理論 和一些技巧的方法 但是這本書也適合有一些有興趣 去修讀社會工作的人士去知道 因為這本書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清楚 多一些社會工作的一些真正的意思 真正的意義 書裡面也澄清了很多人對社會工作的一些誤解 如果他們想有興趣修讀社工 看完這本書 他們就會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興趣去讀社工 這本書也適合我們一些社會工作老師 在他們教學上 用來和學生作為一些課堂參考的資料 因為這本書裡面其實大部份的內容 都是來自我這麼多年在做社工和教社工 一些我自己的學說 尤其是有一些看法 都是我自己一直在教授社工課程的時候 我是建立出來的 所以可能給學生有多一些參考 一些我們對社會工作的信念和方法 可以讓他們從多一些角度去想想 我們可以怎樣做 這本書也適合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沒有受過社工訓練的一些管理層 或者是有一些董事局的成員去看 因為令到他們更加清楚 我們社會工作的本質 到他們去管理社會服務機構的時候 是更加知道如何和社會工作 一起可以很有效地合作 歡迎大家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看看和金Sir的關係 可以深見到你們 我可以用八個字來總結 在三十四年我教學中 我都很強調和堅持 教我所信 行我所教 教我所信的意思是 我們作為社工老師 和學生的分享教導學生 最主要是我相信社工的價值 社工一些要留意做的方法 但不只是將我相信的 和學生分享傳授給他們 更加在日常的教學裏面 我自己都要行出來 我自己都要實善出來 我們給個C字代表成大 右手 右手 我希望這本書帶出的就是 我們老師要用一些社會工作的方法 在我們的課堂裏面 即是我們用在服務使用者裏面的使用方法 其實擺放在教學裏面都是適用的 我們和服務使用者建立的關係 我們和學生建立關係都是需要一樣的 即是我們老師的身教比研教更加重要 希望在教學裏面 我們能夠讓學生有一些模範 知道我們究竟一個社工應該是怎樣 所以我這麼多年都提醒自己 我一直教學 亦都讓學生覺得我仍是一個社工 我似是一個社工 希望在同學生接觸裏面 學生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相處裏面 感受到社工的特質究竟是怎樣 這本書很開心能夠將我這一方面的一些總結 希望跟大家多些去分享 留下來的人我覺得是不容易 在現在香港的環境 尤其是社工 都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最後只是送回幾個說句給大家 就算會有一天 沒有人與我合唱 至少我的心中 還有一個尚未崩壞的地方 希望大家保持 怎樣限制怎樣困難 有些事情你不太想做也好 你保持住這個未崩壞的地方 已經很足夠了 已經很足夠了 謝謝 謝謝 說了再見 約定再見 我們一定會再見